大家好 我是毓民 首先我要在此多谢过去十几年来 对MyRadio不离不弃的朋友 没有你们的支持 MyRadio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 我要在此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MyRadio MyRadio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 除了毓民原有的节目在此做直播和制作之外 我们也在制作一些新的节目 不久之后将会退出 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 新订户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 去订阅MyRadio的YouTube频道 这是对MyRadio的支持 令到我们的声音无缘忽戒 第二就是付费支持 你可以通过交月费 或者加入Patreon做会员 你也可以支持MyRadio 天涯若秘论 MyRadio继续发声 好 今天回到毓民踢爆的直播时间 现在是2024年3月15日晚上10点03分 今天第一节我要讲23条立法 现在已经去到最后的阶段了 就杀了入直路了 现在按照我们看到的相关报道 可能下个星期三 这个立法会的大会就要恢复二读的 现在因为在法案委员会的阶段 在法案委员会里面已经完成了 因为现在是用一种加快报伐 用他们的说法 因为你那些议员也没有意见 你那些议员也没有意见 你那些议员真的照单全收 你议员就照单全收 我现在看不到有多少议员提出修正案 我上次也说过下一个步骤就是 比如去到大会那里就是恢复二读 恢复二读的时候就是要讨论修正案 现在就是政府提出修正案 政府提出修正案又不用所谓分组投票 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有功能组别和地区直选 两组是分组投票的 如果议员提出修正案 政府提出修正案就不需要分组投票的 那现在又没有分组投票呢 现在那么多组 又有选举委员会 又有功能组别又有地区直选 但是人数比例都不对 功能组别加上这个选举委员会 在90席里占了70席 接着地区直选的20席 这个所谓分组投票基本上没什么意义的 是吧 我们说回现在立法这个所谓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已经是在下个星期 就会在这个立法会大会里面恢复二读 接着就会进入这个所谓 全体委员会阶段 在大会里面就会讨论修正案 现在据我们所知 看到今天报纸的报道 全部都是政府的修正案 而且这些修正案是非常之恶的 我们下一次就会再讲的 我希望大家 现在又在看我节目的朋友 或者接下来 最好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让大家知道 魔鬼细节在哪里 我想也没有什么人 像我这样去详细讲 这些相关的条文 和整个23条立法 今时今日的那种恶 究竟恶到什么程度 大家要知道才行 如果你人在香港 那你要如何趋吉避空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对我来说 我只是 就法例条文 和现在他们政府的做法 我会分析 甚至会评论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你可以自保 不要这样 如果你害怕 但是这一节 我要讲一个 邓炳强 这个保安局局长 他负责推销 23条立法 现在去到这个阶段 他都要在传媒上宣传 根据23条 而政府草议的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究竟是什么东东 以及要澄清一些所谓疑虑 他责任应该做这些事情 今天他又继续做宣传 我看到相关的报导 第一就是他们要加快部罰 所以他就以这个保安局局长的身份 写信给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琴 要求豁免这个23条 即根据23条 而制定的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恢复异毒辩论的预告期 这个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 政府要预告的 有预告期的 你不可以 扔过来 立法会就要 照做 有预告期 现在他要求豁免预告期 即是说下个星期我队过来 你们就要在立法会大会恢复异毒 那大家就要 要表决通过 恢复异毒 说一会儿 那你立法会主席 大会主席可能缩短辩论的时间 趕快搞定 他除了下个星期就搞定 这个就是 只要快 其实多虞 全部都是你的人 都没有不同声音 难道迪志愿会有什么说 大佬 就是要尽快将 豁免的 所谓 二读辩论的预告期 就是说要在最快的时间 将这个条例草案 立入立法会的议程 就是 你行政干预立法 但我说这些其实也没有意义的 严格来说 在我们的时代 是绝对不会被政府这样做 OK 立法会也不敢 立法会的秘书处 大会主席也不敢 或者内会主席也不敢 但是现在 现在这个行礼如意 就是一个程序 没有意思的 基本上是 就是说 所以 你提到修正案 那个时限 也要把它拔到很前 但是现在又多季 例如我们的时代 你一个日财政业宣案 那部分条例草案出来 我们一提提几百条修正案 被书处做到 趴在那儿 你明白吗 我们早就扔修正案给他 在限期之内 有时间搞 现在哪有呢 他今天在媒体上宣传23条的时候 邓兵强就左右开工 动人 首先动的就是 美国的所谓反华政客 提出要制裁处理23条立法的特区官员 并且动客在香港做生意 或者生活的美国人 就说23条立法之后会很危险 他就说这些骗徒的手法 骗不到香港人 反华政客就只是那些议员 你可以叫他做反华政客 没问题 但是 什么骗徒 别人表达他的意见 别人也有情报 别人也有分析 你这23条立法 那条文内容 别人没有专家去分析 分析的结果 提醒香港的美国人有什么不对 说去那些面对 说人家是骗徒 你就是骗徒 你就是骗徒 恶了 不只是骗徒 是恶 是不是 见仁见仙 我就是说你为了 骗徒 不只是骗徒 是恶 政治恶 你就是说人家这些反华政客是骗徒 你用共產黨那種文宣的方式 所謂戰狼 不做保安局長回大陸做外交部發言人 所以這些就是垃圾 又沒有資料 又不懂事 你是警察 不是小看你 你是爛仔 在新界 你和黑社會熟到爛 基本上你是爛仔 你懂這些嗎 當然了 在保安局有很多人幫你 你只是負責出來罵人 什麼反華政客 騙徒 不如說他們詐騙吧 你開名字 什麼叫反華政客 你開哪個名字 因為你自己正在被美國制裁 有人這樣提議 都還未實行 要制裁有份23條立法的官員 或者相關的人 人家都未實行 人家都要有法律 人家都要經過立法才可以 或者根據總統的指令 整個行政命令 然後制裁 用財政部制裁這些香港相關的官員 那如果美國要這樣做 你能出一句帳嗎 對不對 當然 在他的立場來說 他當然要擺一個姿態 批判這些所謂反華政客 最好笑的就是 他說這些騙徒的手法 騙不了香港人 那騙不了你說來託嗎 對不對 他說 香港有98%的人支持23條立法 香港人非常清楚 23條保障香港人安全 而在香港美國商人也反映 在香港生活比美國生活安全得多 那你說而已 98%香港人贊成 那些是甚麼數據 那些是做了甚麼民意調查 98% 所以我就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喂 你普羅大眾或者市民 如果說謊 就分分鐘可以觸犯國安法 就是犯法 或者說謊有機會是被人告 就是製造仇恨政府 就當他是說謊 或者說大了 你那些人說謊 就是政治 就是權力 你說謊就不會犯法 人民說謊就是犯法 或者批評政府就是犯法 就是這樣 如果一個民主社會 一個法治社會 就一樣 你都不能說謊 你被人缺遷說謊 你都不妨 現在不是 人民說謊就是犯法 政府說謊就是政治 政府說謊就是政治 任你說 另外他又開明報波 我就覺得 這個也是很好笑的 明報就是因為 今天應該是 有一個報道 那條標題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造圖 二十三條修正案 父權特首 行會施國安指令 實施國安指令 行會施國安指令 涵就是涵蓋 加強管理傳媒等 四條罪類可送交內地 那這條標題出來之後 這個報道 那 鄧炳強就很生氣 那他就說 他強烈譴責 這是他在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那個法案委員會 完成審議 相關條例草案的工作 他在總結發言期間 他是這樣說的 他強烈譴責 明報今天一篇 有關二十三條 立法報道誤導市民 形容有關的報道標題 惡毒 令人覺得二十三條條例草案 針對傳媒 並且會將疑犯送往內地受審 可能會影響市民 引起他們對二十三條 立法的誤解 甚至不必要的關注 譴責這個明報 他又說 合乎常理的人 看完有關報道之後 就會誤以為二十三條 立法有加強管理傳媒的條文 而當中部分罪行 可送交內地審理 但強調有關內容是假的 是錯的 重新條例草案 並沒有任何提及傳媒的部分 更不會針對傳媒 所有本地罪行都會在本港處理 他又批評有關的報道 再次嚴重打擊明報的公信力 明報有公信力 本來就沒有了 雖然明報已經在網上版 澄清和道歉 但傷害已經造成 damage has been done 他希望明報重回正軌 正確和準確報道 二十三條及其他相關報道 形容這個是傳媒的基本守則 他在立法會講完之後 明報今天在A3版的報道 即是 所謂二十三條修正案庫權特首行會 那條標題不是寫響的嗎 剛才你給我看明報的頭題 我看看 那是甚麼字 我看不到 二十三條修正 副權特首行會 施國安指令 那是甚麼響國安指令 施 涵家強管理傳媒等 四條罪類可眾交內地 那十點半在網上版 就立即登出更正和澄清 承認標題有誤 對於有關標題並不準確 引起誤會深表協議 立即跪 秒速跪低 我們看回這個報道 他這條標題可能真的有問題 我們不去評論 因為 我們要看回相關條文 就知道了 鄧炳強可以走出來 這麼大聲罵明報 很明顯 明報就糟糕了 我看法就是 沒有誰比誰高尚 一個人格卑下的保安局長 惡形惡相 叫傳媒 你知道 要走回正確的道路 傳媒關係是甚麼事嗎 他錯 他就要更正 這麼簡單 更正或道歉 道歉不是和你道歉 是和公眾道歉 和讀者道歉 OK 不是和你道歉 明報或其他媒體做假新聞 或者報道錯誤 經常都有 媒體自己操守 他都要有新聞自律才行 老實說 這個我們說了很多年 明報自明有公信力的報紙 由知識分子報 這份基本上是垃圾的報紙 這是維穩報 現在真是好笑 一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安局長 即是說 在現在黨國體制 實施極權統治下 這些所謂沒有民意基礎的 這些九官 去搞一個傳媒 這個傳媒 就是一個維穩的傳媒 一直都支持共產黨 真的很好笑 香港已經沒有反共的報紙 維穩報都教你 於是換個角度 看你明報就自作賤 老實說 除了你這次 基本上就是一份維穩的報紙 現在你就被這個局長 在公開羞辱你 公開羞辱你 說你沒有公信力 又叫你檢討 真是 所以香港的傳媒 現在怎麼搞的 這些人你怎麼能批評他 他現在 他比較困難 他說你違反國安法也可以 煽動憎恨政府 製造假新聞 假消息 然後誤導香港市民 然後令到香港市民去憎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這個已經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在原有的港區國安法來講 就變成這樣 如果按照現在的標準更嚴重 這個新的法例 三讀通過刊憲 然後頒布施行之後 那個煽動罪 由三年 即是發布煽動刊物 變成七年 洗淨的屁股 你明報總編輯和社長 和老闆 很可笑 所以這些 你在香港做維穩報 做了這麼多年 有什麼用呢 到頭來 是一樣 一樣動你 是吧 我看到這段新聞 我是很心涼的 香港現在一定是這樣的局面 萬馬齊陰 沒有聲音 然後在建制陣營裏 就是鬼打鬼 上次工聯會那條 那個癲雞 就是動這個曾鈺成 動這個民建聯的創黨主席 你是不是很好看 然後何俊賢就出來幫這個 就是 舊主席拖 筆點名地動這個癲雞 你真是挺好看 當然這個癲雞後面有個 吳秋北支持他 人大代表 極左派香港的 是吧 那就好了 現在一家團聚 就關門自己 打餐飽了 休息一會